番薯小炭 嘟嘟嘟嘟嘟 我今天裡面穿得比較厚耶 Early Merry Christmas Good Morning 哇 我的聲音電解好像 很有磁心 這兩天天氣真的是太冷了 我昨天穿裡面一件發熱衣 然後睡衣 然後外面還套了一件Hoodies才去睡覺 然後這個是我最新帶購回來的一個番薯小炭子 是不是超可愛的 其實它真的不便宜啦 但是我真的對於地瓜沒有什麼抵抗力 所以就還是把它買回家了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沙發的顏色不一樣了 如果前面幾支影片你們可能會看到我的沙發是白色的 那OK 這個就是一個故事了 是一個警惕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 真的奉勸大家再買一些比較常使用啊 或者是你覺得你會花很多時間在上面的家具呢 真的是要慎選 不要隨便買 我能夠再計算我的客廳的大小的時候 我就覺得啊 我客廳這麼小 我就買一個小的沙發好了 然後我就是到網路上面去看那個尺寸 就我沒有實際去試做啊 或是怎麼樣 總之那時候我就逛逛逛我就 直接下手了一個小的沙發 就是上次你們看到那個米白色的 但是呢 那個沙發我坐了大概兩三天之後 我就一直覺得它真的好小 如果我以後要看電影啊 我就不能像現在這樣子就是縮在沙發裡面 或是真的可以很舒服的躺著在客廳休息這樣 所以我就上網把我本來那張沙發給賣掉 然後我再去挑了一張新的 那這個是從IKEA買的 然後因為我們公司的沙發其實也是這一張 所以我就已經知道它很舒服這樣 還好我在買的時候IKEA有在做折扣 就至少心不會那麼的痛 但必須說像我這麼宅的人 然後以及常常在客廳工作的人 買一個好的沙發真的是太重要了 雖然它真的也是一筆花費啊 但我覺得很值得啦 所以真的就是跟大家分享 如果之後大家 又要買這種比較大型 要長期使用的家具 真的是要慎選啊 上來把別的家具 又怎樣的 會有很多小事 間看起來會很深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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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